上周的WTT澳门冠军赛 年轻小江林诗栋以黑马之姿夺冠 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这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江 一路过观展江 最终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这场比赛 不仅让林诗栋的名字响彻拼弹 更引发了我们对于逆袭和成长的思考 在9月15日的WTT澳门冠军赛男单决赛中 19岁的国平新星林诗栋 以4比0的绝对优势 战胜了得拼选手邱导 成功夺得冠军 这场比赛的四局比分分别为11比5 11比6 11比8和11比8 展现了林诗栋的强大实力和出色的竞技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仅是林诗栋首次进入冠军赛决赛 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冠军 标志着他在乒乓球界的崭露头角 林诗栋在本次赛事中的表现令人瞩目 他在9月9日的WTT常规挑战赛阿拉木图战上 已经斩获了混双 南双和南丹三个冠军 紧接着便飞往澳门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 尽管在过去两年的冠军赛中 他的最好成绩仅为八强 但此次他一路过关斩江 先后击败了多位强敌 包括杜达 张本志和林云如和王楚清 最终成功晋级决赛 林诗栋 这位2005年4月18日出生于海南省丹州市的年轻选手 从踏上乒乓球之路起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和毅力 2015年4月1日年仅10岁的他正式入选海南省乒乓球队 这是他乒乓球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自此他开始在乒乓球的世界里努力耕耘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2016年11岁的林诗栋首次参加全国锦标赛 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江 但这次参赛经历无以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让他在面对墙大对手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在成长的道路上 林诗栋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球技 他的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成长的阶梯 2020年对于林诗栋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15岁的他入选国家乒乓球集训队 得以随国家乒乓球一队和二队在灵水集训两个月 在集训期间 他接触到了国内最顶尖的乒乓球训练资源 与众多优秀的选手同场训练 这使得他的球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2月9日 林诗栋在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放一彩 他以4比0战胜上海选手孙正 夺得男单冠军 这一胜利不仅证明了他在同龄人中的卓越实力 也让他成功入选国拼二队 向着更高的荣誉殿堂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时间来到2024年 这一年林诗栋的表现更加耀眼 7月 他随国拼抵达巴黎 以边外陪练球员的身份加入奥运会团队 这一身份虽然没有让他直接登上奥运会的赛场 但却让他在与世界顶级选手的交流和陪练过程中 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拓宽了视野 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国际赛场上夺冠的决心 9月 林诗栋的光芒在WTT赛事中持续绽放 他先是在WTT常规挑战赛阿拉木图战2024 中获得混双男当冠军 展现出了他在不同项目上的全面实力 而在WTT澳门冠军赛中 他更是一路过关斩江 最终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 在与秋党的决赛中 林诗栋的表现堪称完美 从第一局开始 他就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出色的技术掌控能力 比分11比5 他轻松拿下第一局为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他的发球多变 让秋党难以捉摸 而他的正手进攻犀利无比 每一次击球都充满了力量和速度 第二局 林诗栋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11比6的比分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 他在球衣上灵活地移动 无论是进台的快攻还是中台的相持 他都能应对自如 他的反手技术也相当扎实 在与秋党的反手对抗中不落下风 并且能够迅速抓住机会转化为得分 第三局和第四局 尽管秋党是图调整战术 加强防守并寻找反击的机会 但林诗栋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他以11比8的比分连胜两局 最终以4比0的总比分赢得了比赛 他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表现出的沉稳 自信以及超强的实力 让人们看到了一位未来乒乓球界巨星的前置 林诗栋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刻苦训练 对乒乓球的热爱以及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在海南的成长经历 让他拥有了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种毅力在他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入选省队国家队后的一系列经历 则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让他在优秀教练的指导下 不断改进自己的技术 提升自己的战术素养 从技术层面来看 林诗栋的打法非常先进 他的正手进攻具有强大的爆发力 能够在瞬间给予对手沉重的打击 他的反手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无论是反手拨球 拧拉还是反拉 都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在发球和接发球环节 他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能够通过发球的旋转 速度和落点的变化来掌控比赛的节奏 在接发球时 也能够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 并进行有效的反击 此外 林诗栋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他能够保持冷静 不被对手的气势所压倒 在比赛中 他能够跟剧场上的形式 迅速调整自己的战术 这种应变能力 是他在高水平比赛中 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林诗栋的夺冠 对于中国乒乓球事业 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是中国乒乓球 年轻一代的优秀代表 他的成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选手 投身于乒乓球运动 他的出现也为中国乒乓球的人才储备 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 在未来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希望 对于林诗栋本人来说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他有着成为乒乓球巨星的前置 只要他能够继续保持对乒乓球的热爱 坚持不懈地努力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他将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无论是在即将到来的WTT其他赛事 还是在未来的奥运会 世拼赛等重大国际赛事中 我们都有理由相信 林诗栋将成为中国乒乓球的一张闪亮名片 为中国乒乓球事业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乒乓球世界里 林诗栋就像一颗正在升起的星星 他的光芒已经开始照亮整个乒乓球的天空 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继续在国际乒乓球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在林诗栋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与不屈不挠的斗志 希望他在今后的比赛中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争取更多的荣誉 球迷们也期待着他的每一次出场 期待着他为国拼带来的更多惊喜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回顾林诗栋此前的比赛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外战中的表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他曾经输给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外国选手 这让一些球迷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国拼一哥的称号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担得起的 想要成为真正的一哥 不仅需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 还需要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强大的抗压能力 对于林诗栋来说 这场比赛无疑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他从中不仅学到了如何在外战中保持稳定和自信 也学到了如何在逆境中迎难而上逆转局势 这些经验对于他未来的职业生涯来说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也不能忽视林诗栋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他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勇气让人印象深刻 他敢于挑战自己 敢于冒险的精神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种精神正是体育精神的核心所在 也是我们作为球迷所希望看到的 在这场比赛中 林诗栋还展现出了与团队教练和粉丝之间的深厚关系 在比赛过程中 他不断与教练沟通战术调整心态 在比赛结束后 他向粉丝致谢分享喜悦 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感受到了林诗栋的谦逊和真诚 也让人看到了他与团队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正如乒乓球名江马龙所说 比赛不仅仅是为了胜利 更是为了成长和进步 对于林诗栋来说 这场比赛无疑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他从中不仅收获了胜利和荣誉 也收获了经验和教训 这些都将成为他未来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支撑和动力 都渴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都期待着能够突破现状 实现人生的逆袭 那么像林诗栋这样的逆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成长密码 林诗栋的逆袭之路是从直面强敌开始的 半决赛中他遭遇了实力强劲的王楚清 这场比赛被很多人视为毫无悬念的较量 然而林诗栋却以出声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最终以1比4的大逆转战胜了对手 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本次比赛的转折点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法突破现状 是因为我们害怕挑战习惯于待在舒适区 我们害怕失败 害怕面对未知的风险 于是选择逃避 选择安于现状 但实际上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只有敢于走出舒适区直面挑战 我们才能在挑战中不断突破自我 实现真正的成长 就像登山 只有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才能最终到达山顶 欣赏到最美丽的风景 竞技体育的赛场上 充满了压力和挑战 唯有强大的内心 才能支撑运动员走到最后 林诗栋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沉着冷静 正是源于他强大的内心 决赛中 面对德国名江秋党 林诗栋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稳扎稳打 最终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比赛 赛后 面对媒体的采访 他也表现得十分谦虚 表示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就很容易被困难击倒 失去前进的动力 而拥有强大内心的人 即使身处逆境 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从容应对挑战 最终走出困境 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 就像一棵树 只有深深扎根于土壤 才能抵御风雨的侵袭 茁壮成长 林诗栋的成功 除了天赋和努力 更离不开他不断学习的态度 据悉 林诗栋私下里非常刻苦 经常向教练和前辈请教 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学习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必备的能力 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被时代所淘汰 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 更是提升自我 完善自我的过程 就像海绵 只有不断吸收新的水分 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 任何的成功 都离不开坚持不懈的努力 林诗栋从默默无闻到一战成名 背后是他多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句话用在任何领域都不过分 很多时候 我们只看到了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却忽略了他们背后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成功没有捷径 唯有坚持不懈 才能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就像水滴石穿 只有坚持不懈 才能最终低穿坚硬的石头 竞技体育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林诗栋的成功 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 也离不开队友的支持和鼓励 在我们的生活中 团队合作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优秀的团队 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团队中 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相互支持 共同进步 最终实现共同的目标 就像一支乐队 只有各个乐器相互配合 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林诗栋的逆袭之路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它的成功 不仅仅是体育竞技层面的胜利 更是对于成长和逆袭的最好诠释 人生的路途慢慢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但请相信 只要我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 强大内心的支撑 不断学习的态度 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及团队协作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实现人生的逆袭 成为更好的自己 稍早的去年 林诗栋便显露出非凡的潜力 在2023年3月的印度果阿挑战赛上 他一路杀入决赛 虽然最中西败给队友梁静昆 无论如何 取得亚军的成绩 令球迷为之惊喜 然而 之后的林诗栋经历了一段波折 频频在比赛中失利 如今在澳门赛场的精彩爆发 显示了他潜力的完全释放 随着林诗栋在比赛中 不断展现实力 他在国平南队的前景 被认为大有可为 当前 看似才华横溢的他 甚至有可能超越王楚钦 王楚钦在揭发球方面表现出色 但林诗栋在进攻中的反手回击能力 明显更具优势 他的展露头角 无疑使球迷充满期待 看到国平南队的未来将更为辉煌 理应中心祝贺林诗栋的成功 然而 理性的观众会清楚 仅凭一两项赛事的优异表现 难以证明他已成主力 在成功的道路上 稳定性是关键 尽管目前的林诗栋显露出 走入国平南队主力行列的前置 成为优秀乃至伟大的运动员仍需披荆斩棘 总之 林诗栋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 期待他继续努力 以优异的表现赢得更高的荣誉 作为球迷 我们静待他的精彩时刻 并为他祝福 愿他一帆风顺 未来可期 将继续决于